今天是提问,台北市議員苗博雅有講在北檢門口 其实应该是依法定集会游行的禁制区,依法禁制任何的集会游行 那他现在就质疑讲完放水 那民众长这边会不会呼吁支持者党公职要离开现场 去其他地方表达诉求 另外是刚刚有讲到说,其实主席的钱都是陈佩琪在管 那么佩琪是昨天在北檢门口发言的时候 他有说他经手过的每一笔钱都清清白白 也想知道党这边有没有确认过 他经手的钱是不是有包含主席的选举个人补助款 会不会担心他的身份从证人转变 以及这个之前党部有澄清过主席要去美国这件事 是在九月应这个美国的论坛之邀 那么佩琪医生的部分可不可以再讲清楚一点 他八月底的时候是不是其实个人有规划要去美国 谢谢 我就回答第一个问题 刚刚你提到的是苗波亚议员吗 因为我听到有点惊讶 我所认识的苗波亚以前不是说极油法是恶法吗 他不是要主张要废除极油恶法吗 怎么现在苗波亚遇到他向来讨厌的人 就主张说他以前所痛批 主张要废除的极油恶法 要赶快拿来对付要深渊柯文哲的人呢 对于这样子的价值老实说我不知道怎么评论 那佩琪医师的部分 那个 露营刚刚的第一个问题是他的财产的部分 对不对 我今天早上有特别在跟陈美琪医师确认过 他说他到这个检调来作证的时候 不管是在廉政署或北检 他已经把相关的证据资料 包含他的账户的这个存折 他的账户存折 其实现在都在检调这边 所有的金流 所有的证据 现在都在检调这边 然后他很清楚的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那我再说明一次 陈美琪是说 他到检调来作证的时候 不管是在北检或者是廉政署 他都已经清楚的交代了他的财产 他所经手过的每一笔钱 清清白白清清楚楚 而且他都有如实的告诉这个调查人员 那第二个就是 他现在因为把所有的这些存部 也就是存折 都交给了检调人员 没有想到这些东西 被拿来作成攻击他的武器 他现在手边已经没有相关的证据资料 可以马上拿出来 来证明他的清白 但是他还是会着手继续去准备 能够支持他 还有支持他的先生 去捍卫清白的证据跟资料 那第三个点是关于 是不是有要出国 我想陈佩奇医师 他是一个自由的个体 他到现在都还是证人的身份 如果检方认为说 他的证词有说谎的嫌疑 是不是应该要改列被告 或用其他的处理方式 在此之前 他其实都是自由的个体 没有被限制 他的出入境的自由 所以请问台湾还是不是一个法治国家 现在我们可以因为有人想要出国 就说他准备要逃亡了 是这样吗 我们可以这样子随便的给人家罗织罪名吗 包含柯文哲的住宅被搜索的当天 明明他们人就在房子里面 还可以被做文章说 柯文哲因为知道事件大掉了 所以赶快跑了 各种的不利的传闻 各种不利的消息 都在往一个方向来编织罪名 就是柯文哲收了人家的钱 收费 图利 请问对价关系在哪里 请问不当的金流在哪里 另外想要提问说 是不是党这边有来发动相关的联署 有来向国际发声 那是有什么样的诉求 那另外就是如果假设主席被击押的话 中平会会有相应的处理方式吗 因为上次马世卫收押的时候 就被开除了党籍 那甚至网路上甚至有一个主席民调 就包含国产委员跟蔡碧鲁 都在这个民调当中 好 谢谢 台湾民众党的中央评议委员会 作为党内独立行使之权的机关 那中民会会依这个纪律评计则准则 来办理 那这几天整个党中央包含 中央紧急应变小组 此时此刻要做的就是 全力支持柯文哲主席 维护他的清白与清理 因为我们正面临一个 国家机器无所不用其籍的迫害跟打压 除了刚刚这个志函所提的 这个特定的人士透过媒体来放风声 我就得坦白跟大家报告 连减联来民众党中央党部的时候 我是来开门 我是配合调查 结果我下楼马上被媒体同学说 听说你刚刚被约谈 你被带往您的会议室约谈 我好咖好手 我什么时候被约谈 我是来开门配合 结果被讲成 我被带往会议室约谈 各位同事知道 这个是很小的一件事情 你就可以知道说 无所不用其籍 用这样抹黑的方式 来面对这样一个案子 以上 刚刚提到那个国际记者会 因为我们的很多支持群众 现在都认为说 国际非常关注我们 包括很多海外的侨胞 他们都要求台湾的民主法治 不能被破坏 所以我们从昨天到今天 我们非常密集在讨论 要不要召开国际记者会这个事情 那后来讨论的结果是因为 现在时间非常的紧迫 我们跟时间在讨论 10万火急 所以我们同时在开记者会的同时 我们都会把这个中英文版 同时跟国际传输 我们也谢谢国际上 非常关注我们台湾的民主 化敌人权的这个发展 另外刚才在说 你刚刚提到那个 我们现在很多的民众 去北柬前面 要求司法是要公正的 程序是要正义 程序正义跟司法这个公平 不是只有苗博雅 苗博雅之前说 集会游行法是恶法 好像那个现在执政的民进党也是嘛 对不对 民进党要用他们认为恶法的集会游行法来办人吗 我们现在很明确的宣布 等一下开完记者会之后 我们所有的党工职 紧急验骗小组的成员 我们等一下也要到北柬的前面去 我们一起去争取台湾的民主化敌人权 程序是要正义的 司法一定是要公平的 我们等一下就出发 是不是真的有发动 对于所有的党工职支持者 在这段时间当中收到非常多的加油打气 那也有党工职支持者 他们自主性的去发动这些联署 这些我们都表示感谢 还有吗 来 这边连一电视提问 想问一下 因为这个周盘里面有报道说 陈佩琪她说 纯净性的钱里面 其中有一部分是柯文哲 去正顿节目的通告费 不过现在外界好像有质疑说 其实柯文哲最近蛮少上这个电视的通告 那比较多是在这个 可能是民众之声的部分 或是说这个网络节目 那想问如果柯主席上 就是党中央的这些节目的话 是有领目可或是进总的通告费的吗 你刚刚的那个新闻来源是哪一天 我完全没有看到哪一天 我已经觉得很混乱了 对 镜周刊好像没写到 镜周刊没有 我已经 讲个消息吧 对这个消息来源是哪里 那个我觉得还是简单说一下 刚刚这位媒体朋友 他其实问的问题就很清楚的呈现了 现在在报道的方向上有多么的混乱 各个独家报道都会有不同的金流 会有不同的数字 然后呢会去想象不同的财产来源 现在我再转述一次 昨天陈佩奇医师在现场北建额外头的说法 他说他已经把这些金流的来源很清楚的告诉了检调 可是检调竟然是不予财信 那如果检调不予财信 或者他们新政已成 就会构成所谓的财产来源不明 那我想大家应该都要非常的紧张 因为你跟我的所有的每一笔钱 如果检方认为他是不明财产 他就是不明财产 另外我们要说的是 所谓的对价关系 一直在说 柯文哲突立了财团上百亿元 然后现在查到的是170万元 所谓的财产不明 大家不觉得这当中的关联很可笑吗 然后我再回应一下 至于柯文哲主席 他有没有经常的上节目这件事情 所以他今天有没有上节目 有没有领通告费 领了哪里的通告费 跟案情有关吗 检调到底在查什么 我补充一句话 这个通常呢 应该要去问那个消息 放消息的消息来源 是不是真实性 而不是问被放消息的 被造谣的人 这个受害者 这个事情是不是真的 所以这个部分 我们还是也请 现在的这个所有的 来质疑 甚至是名嘴们 你们要质疑的这些内容 去问问看你们 放消息的来源 到底他的真实性如何 也就是如果大家都认为 刚刚说的这些东西 都是检调证实的 那请大家要去问北检 到底这件事 是不是事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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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